前条以带有明亮果酸味的杨桃及白柠檬打头阵,并加入柔和香甜的玫瑰木调和,使爽朗的清快气息中多了份稳重感。 随着前卫渐渐吞去,取而代之的是属为草与夕阳山烧来的青草香调,让人感到清爽,又可靠,而收尾,则是由天然琥珀与淡淡的白色香留下清和,舒服的印象,任何人都能穿戴的特性更使其在休闲与职场中容易驾驭。 此外,它半透明的水蓝色瓶身既典雅又有线条美,凸起的侧边雕花更仿佛白蓝地久瓶般让人争迷,其内外皆获得评比原一致好评,因此从多项商品中脱颖而出,成为本次最推荐的二世代男性适用香水。 时尚设计师Carolina Arara 以大都会纽约为创作灵感,将热闹的氛围及五光十色的城市光景凝缩于此瓶香水。 调香中用青草及柑橘叶作为主要基底,接着再以生姜及绿胡椒叶带出些微的辛辣,振奋精神之于更加深年轻,活力的印象,而当天色渐暗,后调更隐约散发出白色香及坦香。 香舒适且具神秘感的诱惑气息,仿佛置身于纽约的魔幻夜晚。 另一方面,多位评比人员也认为此款香水浓淡适中,且香味更是意外的持久,加上它还有充足的大容量,特别适合想每天穿戴香水出门的男性。 这款人气香水不仅受到男性评比人员的青睐,就连一旁的女性也对其赞誉有加。 它利用柑橘及柚子的甘甜果香作为前味基调,并在自然,温暖的清新感中引导出舒爽的罗乐夜香,如同春夏交替之际同时拥有生机及活力的大地般令人印象深刻。 最后孕染开来的香根草则带来了稳定、疗愈的宁静感。 由于香调的每个层次都一气呵成,同时也不带有任何过于特殊的气味,各年龄层的男性都可以运用它展现个人魅力,更能让周遭的女性们感受到不凡的品味。 就算只想寻找一款让精神得以放松的清爽气味,这只安定感十足的香水,想必也能成为能量的来源。 这款宛如绿茶般讨喜的香水自90年代推出以来就广受大众欢迎,在全球也创下惊人的销售量。 本身的设计理念为摆脱传统束缚,不受种族、年龄及性别限制,适用于大多数的场合,不管在学校或职场都能使用,而清爽,并让人放松的气味更一举掳获了全体评比人员的心。 它在开场选用清爽的果香调,中味则转为淡淡花香,并以充满于韵的琥珀及摄香收尾,整体调和得宜的柑橘香十分好闻,时尚又不失亲切感。 由于,其能符合大众喜好,且通路多,价格也好入手,因此很适合从未接触过香水的男性作为入门,中性的定位,也很适合与另一半一起共享呢。 来自英国的香氛品牌Jo Malone以独特优雅风格受到瞩目,近几年更成为台湾乡民间讨论度最高的品牌之一。 其香水气味都偏中性,同样的产品在男,女身上能散发不同魅力。 除此之外,旗下商品彼此间还可混搭,能依喜好自行调配出与众不同的香气。 这支香氛的味道很特别,虽然属于常见的果香调,却使用了散发酸甜香气的黑莓,并透过中未月桂叶的清新质感连接沉稳的雪松木,宛如置身于春日里的大草原,盎然的生机让人想起了初恋的滋味。 如果想找一款辨识度高却不至于太浓烈的香水,相信它将是足以展现个人品味的优质选择。 此款大吉岭极致中性淡香水之所以能在男女市场都占有一席之地,原因不外乎是其相当耐闻的香味。 他在前调中已睡莲与大吉岭茶揭开序幕,淡雅,温和的芬芳中还携带一丝轻快的柑橘清香,为舒适,神稳的低调香气画龙点睛。 到了中未则可嗅到玉窗木及黑胡椒带来的层次,最终更透过琥珀及摄香作结,环绕自然却保有记忆点的特性,让多数的评比人缘爱不释手。 他不具侵略性的气息给人留下知性的好印象,特别推荐给草食纪男子穿戴,唯独整体香味偏淡,并且也容易受体温影响而变淡,建议穿戴时,也顺带喷洒一些于衣物上,将能帮助延长香味残留的时间。 这是一支浓烈,撩人又热情的香水,由拥有三座格莱美奖的饶蛇天王Didi Sean Johncombs一手打造, 从香调,行销到包装都彰显出嘻哈教父的生活品味,散发奢华,大胆,毫无保留的雄性魅力。 前卫由西西里柠檬与摩洛哥橘子带出清甜的果香,而看似温和友善的登场,却快速地在忠厚味转为辛辣的罗勒,配上浓郁的琥珀,和檀木香气,更彰显危险魅惑的一面。 与清新的前条不同,这款产品的忠厚味非常性感,反差性大且杀伤力十足,单身者可用来招桃花,有另一半的人也能在约会时增加情趣。 不过具侵略性的气味在本次评比中可说是相当强烈的味道,穿上时还需控制用量以免容易晕香,另外在商务场合中也不适用。 提到南香,那想必少不了精品品牌万宝龙,而旗下此款更获得网友,极品比人员大力推崇,是好感度极高的理想男人味。 其属于东方清新调,前卫使用了佛手杆,与清竹,如一抹清风般将沉闷的气氛一扫而空,中卫则转为沉稳的檀香,与雪松,后卫则是温柔倦勇的白色香。 沉着内敛的香气四季皆宜,有了它仿佛就更有自信,能展现从容不迫的男子气概。 如果喜欢低调,有质感的气味,这款商品应会很适合,不过因其属于,若有肆无的淡香,偏好香味明显的人,可能会觉得不够强烈,且同时也有流香时间过短的问题,需要定时补喷才能维持整天的帅气。 这款宝格力旗下的热卖商品,是一款十分经典的中性香,它所散发出的稳重感各年龄都可驾驭。 前卫的辛辣感来自于生姜和蔻,接着便会转为柔和的木质香气,最后留下一点淡淡的檀香与造香。 气味体验犹如春暖花开之际般清新温和,如同它的外观一样湛蓝,舒适,不张扬却持久的暖意让评比人缘相当喜爱。 此外,平易近人的特质不但在休闲或正式场合都适用,同时也是新手的百搭商品,然而对热情,活力充沛的二世代男性来说,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他不够个性化,不妨先靠贵世相后再决定。 如果是刚步入二十岁,上代点青色的年轻男子,这款青元素男性淡香水,应能符合气质。 当中选用柠檬、荔枝等热带水果为前调,酸甜的气味展现出无比的活力朝气。 中卫则调和小苍蓝集成花,以温柔、洒爽的清香气息提升好感度, 至于尾韵的油木、百慕给人适度的安定,让人吞去时代残留的稚气感,就连评比人员也认为其会是女性喜爱的香味。 不过虽说是出自超跑品牌法拉利之手,略感阳春的苹盖,也在外观及使用感上稍稍打了折扣,若追求整体的完美性建议优先考虑其他商品。 Versace的Dylan Blue男性淡香精可说是完美地诠释了刚柔并激一词。 由佛手干、葡萄柚、五花果叶带来的清新果香及甜味, 而后转为神稳的木质香气,不过分明显的新香,则是来自中调的黑胡椒,完美地提升了整体香调的质感层次。 再者,其池香度十分优异,一整天下来仍能维持淡淡香气。 若想要一盏成熟稳中的气息,这款相信是不容易出错的高CP值选择。 若是初次接触香水,这瓶极受市场赞誉的爱马仕大地南香会是各位入门的好选择。 香调部分,其以葡萄柚及柑橘作为前调,中调转为充满魅力的玫瑰,最后以神稳的木质调作收。 尾韵的香根及西洋山明显而悠长,让人仿佛沐浴在森林一般。 清新自然的气味,不带强烈的侵略性,是不论男女接触度都非常高的香气,适合很日常或上班使用。 若想要一款零失误且百搭的香水,选它准没错。 探寻旅者是德国精品工艺品牌万宝龙经过八年的酝酿后,于2019年久违推出的全新淡香精。 它由三位知名调香大师共同打造,添加了来自的全世界的珍稀材料,包含意大利的柑橘,海地的香根草,以及印尼的广获香。 探寻旅者一鸣,亦呼应了调香师们在炙香过程中为了找寻灵感而踏上的气味之旅。 本之香水的气味转折明确而自然,从一开始的柑橘条,微微粗犷的中调,到最后以广获香带出的稳重木制调作收, 像是展现了一位男性从青春到成熟的转变,是四季皆适用且极具魅力的一款香水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